天文学家发现加速宇宙膨胀的神秘暗能量似乎不是固定量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 天文学家观测到一种非常特殊的超新星 叫做EA型超新星 当它在爆炸成为超新星时 测量EA型超新星的亮度 你就会知道它发生的距离 天文学家绘制了这些超新星的亮度图 试图了解宇宙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大小 结果发现宇宙的膨胀并没有减缓而在加速 天文学家提出了暗能量这个术语 暗能量可能是一种恒定的力 如果它是恒定的 那么宇宙将继续加速分裂 星系超新星团将彼此远离 但对于相对靠近的区域 暗能量可以推开它 但它无法克服局部重力 我们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 银河系和仙女座流星语不再相互碰撞并被推开 然后随着暗能量的不断增长 星系的引力无法使自己保持在一起 但个恒星被抛出 然后恒星系统被暗能量所征服 将它们的行星撕成了一片空白 暗能量变得比恒星和行星的引力结合能更强 它们被撕裂成了分子 原子 亚原子粒子 甚至黑洞被分解成碎片 分散到不断加速 不断膨胀的宇宙中 这个想法被称为大裂口 2019年1月29日 一组贴文学家宣布 它们找到了一种测量工具来探测宇宙膨胀率 测量了大约1600个类星体 结果发现 当物质堆积在黑洞周围的奇迹盘中时 会产生紫外线辐射 这种辐射猛烈地撞向圆盘上方和下方的热气云 这些热气云增强了它们的能量 并释放出X射线辐射的光子 这意味着你可以通过测量这两种辐射的能 来判断类星体的距离 数学家们还发现了距离大爆炸后 11亿年远的类星体 在宇宙138亿年的历史中 暗能量似乎确实在改变 似乎在增加 如果这是真的 这将表明宇宙的未来很可能会走向大撕裂 与其说是宇宙庄严肃末的炽热 不如说是未来无数个世界的炽热 这将是一个暴力的结局 那里甚至连黑洞都被撕成碎片 但也许在以后的时间里 我们会得到一个更好的答案 您是怎么认为的呢 请记得留言